大家平时上微博刷朋友圈肯定都看过不少秀炫晒 除了日常的晒吃晒喝晒猫晒狗晒玩 还有各种炫富晒幸福 比如A先生做成了一笔大生意 去4S店洗涤豪车了 B小姐到国外旅游买了一大堆的名牌包包了 还有C女士结婚十周年拍的外景全家福了 看着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内容 你可能又要羡慕嫉妒恨了 为什么别人都比我过得风光呢 您先别难过沮丧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看到的是真的吗 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的 A先生去了4S店 却没钱买车 只是在车里拍了一张方向盘的照片 B小姐压根就没有出国 她买的包只是一堆A货 而C女士在修完了恩爱之后 转身就在电脑上搜索 我该怎么离婚 所以说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所展示的 未必是真实的自己 确实啊 谁不想把生活最多姿多彩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呢 不过 虽然人们可以在网络上打造出不真实的形象 但他们对一样东西却无比诚实 是什么呢 搜索引擎 大家想想 从穿衣打扮到减肥美容 从求职跳槽到炒股投资 从做饭养玩到出门旅游 你是不是也会上网搜索 关于各种问题的答案和攻略呢 说白了就是 每个人都会说谎 但是他的搜索引擎不会 据估计啊 目前人类每天总共会产生几万亿G币的网络搜索数据 跟传统的数据相比 这些数据的来源更真实 样本也更庞大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随着大数据科技的发展 网络数据所记录的每个人都更加的真实 甚至可能和他们眼中的自己截然不同 那么大数据为什么能突破表象 揭示原先难以发现的人类思想和行为呢 他又是如何被科学家用来研究大众 预测未来的呢 答案就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畅销好书里 书名就叫Everybody lies 我们就暂且地把它译为数据谎言与真相 本书的作者赛斯斯蒂芬斯·戴维多维茨 是一位数据科学家 曾经在谷歌实验室工作过四年 他通过深入研究来自谷歌搜索 维基百科 Facebook Twitter等大量匿名网络数据 发掘出关于社会方方面面的真相 大到经济政治 小到社交消费 几乎无所不包 你肯定迫不及待想知道 网络数据都藏着哪些秘密了吧 不妨带着下面几个问题 跟我进入今天的节目 第一 网络数据为什么比常识和直觉更靠谱 第二 为什么说在网络数据面前 没有人能撒谎 第三 网络数据有哪些局限性呢 在日常生活中啊 我们往往喜欢用直觉和经验做出判断 因为既简单又方便嘛 可是由于个人体验和偏见的影响 直觉判断往往并不准确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这本书作者的外婆呢 已经八十多岁了 可以说人生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 伴侣双方要有共同的朋友圈子 才能很好地促进感情 两个人更会甜甜蜜蜜 可事实上呢 数据科学家通过跟踪Facebook用户的资料 研究了那些将感情状态 从恋爱中改成单身的人们 结果显示 对于这些曾经的情侣来说 拥有共同的好友 反而预示着他们的关系难以长久 大家可能觉得啊 老太太没什么见识 也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那专家的意见总该更靠谱吧 哎 还真不见得 专家呢 也免不了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 比如说啊 在篮球迷 甚至是篮球教练和球评家的印象当中 NBA球星大都是家境贫寒 出身底层的黑人球员 比如勒布朗詹姆斯 所以呢 他们觉得生于贫困家庭的小孩 比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子 长大之后 更容易进入NBA 但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本书作者从一个专业篮球数据网站 和美国人口普查网上 找来权威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结果他发现 一个小孩能否成长为篮球巨星 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呢 是出生地 跟出生在贫困地区的孩子相比 出生在富裕地区的小孩 成为NBA球星的概率 会高出60% 第二呢 是家庭状况 由父母共同抚养的小孩 进入NBA的概率 比由单身母亲带大的小孩 高出30% 第三是名字 美国中产阶级更喜欢给孩子起主流的名字 像约翰呢 凯文啊 之类的 但穷人更喜欢起没人用过的名字 比如 乐布朗 而事实上 在NBA较主流名字的球星数量更多 总之 就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进入NBA的机会 更大 至于为什么人们会对NBA球星有那种长期的偏见 可能是因为一些特例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比如 咱们上面说过的乐布朗·詹姆斯 他虽然出生在无名小镇阿克伦的贫困家庭 由单身母亲拉扯长大 名字也非常少见 但是詹姆斯天赋极高 成了人们眼中篮球巨星的代表 因为他的明星效应 最后让许多人误以为球星的背景都跟他类似 所以您看呢 数据是不是比个人直觉更靠谱呢 幸运的是 我们如今不用再依赖直觉盲目判断 因为从无限量的网络数据当中 我们能发觉更真实的情况 那么 这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接下来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讲一讲网络数据的价值 听听他如何帮我们更好的分析和研究问题 以前呢 人们要研究个什么东西呀 都必须专门去调查收集数据 过程费时费力 可是网络数据就不一样了 不仅数量巨大随便你用 更重要的是可以开发出新的数据类型 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 这就是网络数据的第一个价值 就拿数据巨头谷歌公司来说吧 谷歌的工程师呢 开发了一款叫做谷歌相关的搜索工具 通过挖掘和分析大量的搜索数据 分析出某个关键字的搜索趋势 皆是以往发现不了的深层规律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利用搜索关键字 预测失业率的变化 大家可能会觉得失业率越高 人们肯定越着急找工作 对不对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本书作者研究了2004年到2011年 谷歌搜索数据 他发现失业率高的时候 美国人搜索最多的不是招聘信息 而是休闲游戏和成人影片 想想也对哈 毕竟失业的人除了找工作 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总得找点什么打发时间吧 利用这个规律 我们就能迅速判断当前就业率和经济的大致情况 除了搜索关键字以外 网络数据还可以来源于数字 很多企业呢 就会根据销售数字来制定业务发展策略 比如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 通过分析过往的产品销量 和天气记录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联系 每次刮台风的时候呢 超市里最好卖的商品 不是瓶装水和方便面 而是草莓味的果冻蛋挞 是因为果冻蛋挞不用加热就能直接吃吗 可是 为什么是草莓味的 而不是其他味道的蛋挞呢 这恐怕没人清楚了 不过原因都不重要 沃尔玛只要在天气预报 台风到来之前 确保货架上吞满草莓味果冻蛋挞就行了 而事实证明 这些蛋挞果然十分畅销 还有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 一旦拍成照片 传到网上 也能作为大数据来使用 美国的一家叫Premise的大数据公司 就通过用户提交的 本地经营场所的照片 来分析经济紧惊度和通货膨胀率 例如 在发展中国家 如果人们拍到加油站的车排长队 就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可能出了问题 如果照片显示 苹果园里没成熟的苹果太多 那物价将会下跌 通过分析这些照片 Premise公司就能实时分析宏观经济动态 他们甚至正确预测了 中国2011年通货紧缩和2012年的通货膨胀 总之 网络数据给我们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不仅如此 它还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和周围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过呀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人们展示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自我 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在说谎 不过利用网络数据 我们就能揭示人们更真实的一面 这就是网络数据的第二种价值 相信大家对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印象 两位候选人分别是特朗普和切拉里 传统的名义调查显示 希拉里的支持率一直超过特朗普 但最终 希拉里却输掉了竞选 特朗普当上了总统 表面上看了这个结果确实出人预料 但网络数据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谷歌发现 网民在同时搜索特朗普和希拉里名字的时候 特朗普出现在前面的次数更多 也就是说呀 不管人们在接受调查的时候怎么说 他们潜意识里都会倾向把自己支持的人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因此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是高于希拉里的 你看从搜索时的输入顺序这样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谁会当美国总统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网络数据更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或行为呢 其实不难理解 在面对调查员或记者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有啥说啥 而是有所保留 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也为了避免尴尬 或者暴露自己的隐私和癖 所以传统的问卷调查和媒体报道收集到的数据跟现实存在偏差 网络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去搜索你想知道的任何东西 因此网络数据可能包含很多人性的阴暗面 包括仇恨 歧视 偏见 欺骗等等 比如一个美国人肯定不愿意在现实中承认自己种族歧视 但谷歌搜索却显示 黑鬼这个对黑种人有歧视意味的词搜索率一直很高 人们搜索黑鬼笑话的次数是犹太人笑话 亚洲老笑话 中国老笑话和男童笑话加起来的17倍 虽然网络数据暴露了人心不那么光鲜的一面 但了解这些真相却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首先网络搜索让人们不再为看似愚蠢或者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尴尬 再简单的问题你都可以去搜 而且会发现你并不是一个人 另外搜索数据可以让我们发现需要帮助的群体 或者过去没受到足够关注的社会问题 比如有儿童保护组织找到本书作者 希望通过谷歌搜索数据 分析出美国哪些州虐待儿童的情况可能比表面上更多 所以说透过网络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世界和自我 实际上网络数据还可以更进一步 让研究和分析更加细致 咱们接着往下听 由于网络数据亮大面广 因而可以进一步细分 选举某块数据详细研究 从而深入了解具体人群的行为 这就是网络数据的第三个价值 这种细分可以是空间上的 也可以是时间上的 咱们先来说说空间 关于人与地狱的关系 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各种说法 比如哪哪出美女啊 哪哪的男人气管炎啊 等等等等 本书作者想知道 美国哪里最容易出成功人士 它的工具就是网络数据 它根据维基百科的页面 选取了数千名美国名人的信息 再加上美国卫生统计中心的出生数据 总结出了成功人士诞生地的三个地理要素 第一呢是有大学城 例如美国成功人士出现概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萨夫克县 这里也是哈佛 麻省理工等众多顶级大学的所在地 不难想象 好大学聚集的地方 往往文化和创新气息浓郁 生活在这里的孩子有机会 接触最先进的思想 耳濡目染之下 也就更有可能在科学艺术等领域大放异彩 第二呢是靠近大城市 本书作者研究发现 在波士顿出生的科学家最多 在纽约城出生的知名记者最多 而在洛杉矶出生的大牌影星最多 这也不难理解 大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 能像磁铁一样吸引和聚集顶尖人才 这些人才对后辈的榜样和启发作用 是中小城市很难比的 第三点呢 大家也许想不到 那就是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 数据显示 美国一个县的移民人口比例越高 产生的成功人士就越多 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国家的移民 带来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 他们的子女在多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 更容易在文化和娱乐界闯出一片天地 在本书作者看来 这项研究结果对美国政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培养人才方面 加大基础教育投入之类的传统做法 也许不是最有效的 资助高等教育 知识艺术发展 以及吸引移民的政策 可能更能帮助有才华的人脱鹰而出 说完了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看网络数据对时间的细分研究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影视作品中的暴力画面会激发人的暴力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家长会避免孩子接触这些镜头的原因 但真的是这样吗 经济学家哥登达尔和斯特法诺德拉维格纳 从网上搜集来了1995年到2004年一些数据 包括FBI的犯罪记录 电影票房 以及电影的暴力等级 通过对比每小时的犯罪情况 以及当晚电影的暴力程度 他们发现 如果周末晚上电影院放的是包含暴力情节的当红电影 现实中的暴力犯罪率反而会显著降低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研究人员发现 年轻男性是绝大多数暴力犯罪的实施者 对暴力电影感兴趣的恰恰也包括这些小伙子 如果电影院晚上播放暴力电影 他们就会去看 在影院也没什么机会犯罪 相反 如果上映的是不含暴力成分的电影 这些人就不感兴趣 而选择去酒吧之类的地方喝酒 酒精又刚好是暴力犯罪的温床 也就是说 暴力电影变相减少了潜在暴力分子当晚犯罪的几率 你看 利用空间和时间上的细分网络数据 我们就像有了放大镜 可以把事情放大再放大 看清人们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我们前面提到的网络数据研究 讨论的都是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 不过网络数据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因果关系 研究因果关系有一条黄金法则 就是进行控制实验 具体来说 就是把实验对象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 通过控制或者改变某些条件 来对照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可是传统的控制实验需要专门去找参与者 不仅耗时费力 数据样本也小 不能保证分析的准确度 相比之下 互联网上的无数用户给实验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 不仅样本巨大 而且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大家在网上做一个心理测试 不就是点一点鼠标吗 几分钟的事啊 甚至可以说 在大数据时代全世界都是实验厂 这就是网络数据带给我们的第四种价值 很多网络公司进水楼台先得月 利用网络进行随机控制实验 从而改善用户体验和进行商业推广 就拿谷歌来说 为了吸引用户点击网页广告 就要检验哪一种设计被点击的次数最多 所以呢 谷歌经常对广告图案进行微调 比如更改文字的大小 字体 颜色 图片的尺寸 甚至是箭头和阴影的形状 最后 谷歌找到了最佳的设计 在小小的广告框上 加了一个向右的箭头 它并不指向任何广告内容 而是指向网页右边的空白区域 听着有点莫名其妙是吧 但用户偏偏就最感兴趣 甭管它为什么 只要用这个设计就行 类似这样便宜简单的实验 Facebook 动视暴雪等等网络公司 每天都会做一千多次 从而设计术让用户越用越上瘾的产品 除了营销以外 网络数据对比实验 也可以用在教育领域 举个例子来说 纽约最好的公立中学 时代文森高中 是不少人心仪的名校 想进去可不容易 必须通过残酷的筛选考试 录取率不到5% 很多优秀的学生 仅仅以一两分之差落选 那么名校真的那么有用吗 踩着分数线考进去的学生 就能前途似紧了吗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 有经济学家搜集网络数据 把入学考试分数离录取线 差不到两分的学生 作为实验组 把彩线考进去的学生 作为控制组 研究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后的去向 结果表明 两组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比例 几乎相同 而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也发现 美国高考成绩相同 背景相似的学生 无论是毕业于顶尖大学 还是普通大学 毕业之后的收入水平相差无几 所以说名校并不一定就让人更成功 个人资质才是决定命运更重要的因素 好了 说完了网络数据的四种价值 大家不难发现 网络数据可以弥补传统数据的不足 用更全面更深入的观点代替直觉 使我们更了解世界和自己 进而做出更好的选择 不过都说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网络数据也有它的不足 具体表现在哪呢 网络数据虽然强大 但并不万能 因为它本身有一定的局限 首先 网络数据虽然丰富 却体现不出人的心理活动 情感体验这些难以量化的概念 此外 尽管很多人都在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和预测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但预测的准确度无法保障 毕竟你只要分析的东西足够多 就总能误打误撞地找到联系 但这种相关性不一定能延续到未来 比如啊 印第安那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声称 他们开发了一种算法 能根据推特用户发的内容 推断出人们的情绪 从而预测美国股市的未来走势 他们表示 如果那家发表的内容普遍体现情绪平静 那么道琼斯指数将在六天之后上涨 为此 有人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 打算大捞一笔 但问题是 人类的情绪多丰富啊 而且很多时候还几种情绪混杂 因此 算法很难准确判断 再加上跟踪时间有限 数据可信度不高 结果 由于收益惨淡 那个对冲基金 一个月之后就携菜了 所以说 网络大数据虽然先进 但还是需要传统的调查统计方式进行补充 才能获得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这些传统方式怎么说 也已经发展了成百上千年 还是很有价值的 就连Facebook这些大数据驱动的企业 也还是会对用户进行传统的网页问卷调查 来了解使用体验 除了网络数据的局限性 它的争议性也值得我们关注 主要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如今网络数据往往包含很多个人隐私 像姓名 年龄 职业联系方式等等 这些信息一旦被唯利是图的企业滥用 就会带来隐私泄露 歧视消费者之类的道德风险 比如说呀 有的人受保险公司会让投保用户下载手机应用 然后根据用户走路的部署等运动数据决定他的保费 一些酒店和机票预定网站呢 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和消费记录对他们区别对待 把同样的产品以完全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人 还有媒体报道过 部分社交网络和求职网站会根据人们的兴趣爱好来猜测他们的智力水平 给他们认为智商更高的人推送更多的职位推荐 很明显 企业这样无孔不入的去搜集个人信息 并根据这些数据来剥削或者歧视用户 既没有科学依据也不符合社会道德 因此政府应该出台和完善相关法规 规范企业对网络数据的使用 整个社会也应该对网络数据的规范使用形成一定的共识 让每个人的数据安全更有保障 无论如何 网络数据作为时代的产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网大了说 网络数据以活跃的姿态 在揭示人类行为 预测未来趋势 寻求解决方案等领域大展拳脚 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为科技商业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数可能性 网小了说 我们能通过网络数据审视真实的他人和自我 不用再因为别人不真实的网络形象而心生妒忌 也不用再为了面子在网上伪装自己 从而活得更加豁达和从容不迫 好了 Everybody Lies这本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你对网络数据的作用和价值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在留言区分享讨论